你老子挽他了 林志玲说了自己话 你个招猫害鸟你 我真的是不想说你 你知道吧 你一个组织能过来的 你说的话前言是不达后语 知道吧 我就跟你定义三个事 第一个是 你说网络蟑螂 现在这些人呼应你的就是网络蟑螂 说你去上海收割的不对 说你带发藻种植量不对 带好黑武力产品不对 就是网络的蟑螂 在你的思维逻辑里面 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你说我跟林志玲请网络水晶 你黑嘴白牙的你疯屁 我跟你讲 你山东辽城你的黑武力老挝了 就有两个案例 你看一下 如果你今天跟明天不去报警 你就是以小人之心到君子之户 第三 你拿了一张什么起证起诉书 吓唬什么之前网的这些主播也好 人家评论你的也好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但是网络也是有自由起言论的你知道吗 林志玲你不要去跟他吓你知道吧 这种人吓唬你可以吓唬到 吓唬我吓唬不到 既然你已经说到我跟林志玲了 我就可以跟你站出来了 林志玲你可以跟我联系 我可以向前往保证 如果你现在所说的招猫害鸟的 佣金过高 发造总是零不适合资 十弹两不适合资 十字求是的去说 不管你之前说的还是今后说的 只要你十打十字的就说 没有问题的知道吗 关于这个人家吓唬你说起诉了 我鸟疯子给你垫底 输了官司你输了一块钱 一个亿 我鸟疯子垫给你好不好 我给你垫底前往 前往坐镇输了钱 我鸟疯子来输